警方多次使用警棍、胡椒噴劑和催淚水劑 本部拿到整份警察通例和程序搜查 包括民間經常要求公開 但警方一直沒有公開的第29章 使用武力與槍械的使用 当中规定警員用警棍之後 应该向总区指揮和控制中心报告 個單位的指揮官或主管 事後須向上級呈交一份初步報告 當中要列出使用警棍人員、對方傷勢、 警棍擊打次數、擊打部位等 警方數字顯示 在佔中發生的2014至2015年度 警方用警棍的事件有42宗 當時兵方馬亂 警察要填這些 他都疲於不命 為何要用警棍、為何要用胡椒噴霧、 為何要用催淚彈 已經是很清晰 不過你要寫這些報告來寫 勾過人的幾多棍 有甚麼意思呢? 他認為在大型行動入面 不用撿得那麼緊張可以理解 但他同意在其他個別事件入面 使用武力的情況應該記載得越清晰越好 立法委員梁繼昌每年都向警方查詢有關數字 願意是想監察警員 但警方往往只是提供全年數字 我覺得他真的比較懶惰 做得太仔細 都要看回究竟 在這宗數入面 使用武力是否與情況相適應 是否達到搜查下面的一些原則 即是說你用最低的武力 他相信前線警員有填寫使用警棍的報告 但警方沒有整合和分析 認為警方只是提供數字 無意思 退休高級警司何明新說 慈善警員在用警棍後一定要上報 但若要求警方統計大型行動入面武力使用總數 涉及大量人手 技術上未必做到 民權觀察成員王浩然批評 警方玩弄數字遊戲 刻意淡化警方過分使用警棍的情況 又說警方沒有清晰定義甚麼叫中數 認為警方應該根據搜查 以次數公布有關數字 警方沒有回應 為何以中數公布警棍使用情況 和如何界定一宗使用警棍的事件 又說他們用槍械、警棍、胡椒噴劑 和催淚化學劑 一向有清晰的守則 和嚴格的指引 使用後需要上報 下集中 薩利 會想支出 感谢观看